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料这男人是个渣男 使得二凤沦落成了夜场里的一名陪酒女 一段时间后 二凤意外怀上一个孩子 为了孩子 二凤决定放下心中的江湖 找个小村庄安静生活 女儿阿梅出生后 二凤独自一人扛下了照顾女儿的重任 混久了社会的二凤 找不到合适的正经工作 只好干起了帮人收债的营生 收债不仅要打打杀杀 还要受到别人的冷嘲热讽 二凤的女儿阿梅 也因此受到了同学们的欺负和排挤 久而久之 阿梅心里觉得二凤并不关心自己 她想要母亲不再讨债 找一份正经点的工作 就算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养育户也可以 这天 二凤正想要卖掉自己的首饰补贴家用 谁知 转眼女儿就被人冤枉偷了钱包 二凤为证明其清白 要求阿梅掏出口袋看一眼 阿梅眼见自己母亲不相信自己 一气之下就跑开了 随后一个喝醉的大叔过来 说是自己拿了钱包忘了说 误会解开后 二凤想要去把女儿找回来 不料却看见远处一伙人 居然把阿梅抓到了渔船上 二凤拼尽全力上前追赶 却遇到了对方同伙的阻拦 经过一阵摩托车追逐战后 二凤终于追上对方的面包车 可筋疲力尽的二凤 哪里是面包车的对手 很快就被甩在了马路旁边 不肯放弃的二凤爬上路边的货车 一路追去 来到繁华的都市后 他去到当年上班的夜场 寻求姐妹的帮助 以前手下的妹子 此时已经是混得风生水起 不愿意趟二凤这趟浑水 无奈之下 二凤只好找当地的警察帮忙 在警察局里 二凤见到了满墙的儿童被绑架的照片 他心里深知 等警察救回女儿 可能是悬了 所以便偷偷拿了桌上几张犯罪嫌人的资料 然后一路找到了有犯罪前客的阿直 面对二凤的追问 阿直本来是不肯说实话的 但无奈被二凤直接给打服了 阿直说绑架的孩子都会被送到火车上 如果在那之前找不到孩子 那么以后就没机会了 顺着阿直给的线索 二凤一路找到了一家商店 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后 二凤打倒了门口的几个守卫 然后在一个小黑屋里 看见了自己女儿的鞋子 二凤听到旁边房子里传来说话声 便闯了进去 不料遭到对方的一个脏辫女的毒打 二凤不敌脏辫女 被打晕在地 倒地前 二凤隐约听到脏辫女 郑和同伴聊火车的事情 而且还说出了车刺 对方为了永绝后患 直接将二凤扔进了河里 等到二凤请来时 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 仔细一看 原来是负责儿童绑架案的龙哥救了他 龙哥表示 自己从嫌疑人资料丢失 就开始调查他 以后的事情警察会搞定 让二凤在医院好好养伤 放心不像女儿的二凤 哪愿意安心躺着 他说服医院护士给自己当人质 然后配合自己离开医院 出院后 二凤找到哥哥寻求帮助 但是却遭到了哥哥无情的拒绝 这时警察龙哥再次出现 伸出援手 两人一起来到当初脏辫女所说的火车 眼看火车马上就要走了 龙哥却说要在原地等待增援 二凤顾不上那么多 独自一人就杀了进去 经过一路冲杀 二凤再次杀到脏辫女面前 两人打得有来有回 关键时刻 二凤想起家人对自己的教诲 然后就像打通了人多而卖一样 成功打败了脏辫女 成功救出了女儿阿梅 和其他被绑架的孩子 不过此时火车已经到站 面对车下成军结队前来接应的人贩子 二凤没有犹豫 直接赤手空拳上去和对方搏动 结果被对方一枪打倒在地 这时警察龙哥终于赶到 儿童被绑架案终于破获 这部电影被网友评为越南版的飓风营救 片中快节奏的打戏 让人看得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女主角是有名的越南武打明星 虽然故事挺一般的 但几场动作戏还挺精彩的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看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小卡 喜欢记得关注我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掰了个掰 Muah